雪莲地函董建华求见北京官员 香港战中争取特首珍普拳的运动 至今已经进入第42天 但是香港政府仍然没有正面回应人民的诉求 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秘书长周永康 昨天率领雪莲成员 到香港前特首董建华的办公室递交信坛 希望董建华安排雪莲与北京中央政府官员会面 我们赏经希望表达一个信息就是 一国两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继续眼推这个白色的框架 另外的框架必然是会崩坏的这样的情况 大家预计到其实雨伞的运动 其实未来是会不断重复又重复上演 但周永康也表示 向中央政府打情 并不代表要从占领区退场 上级会有一个团队的机制 上级会希望是令到正在争议可以解决到 但其实当解决到正在问题 香港人参与运动的战略者的诉求 得到一个大福利的时候 我相信到时候战略者才会考虑退场 可能战略者今天退场 而周永康也解释 为何不考虑透过官方机构中联办 中联办就不再考虑之力 因为大家觉得一国两制 出现问题或者恶化 其实多多少小小 其实除了特区政府有问题之外 中联办应声去误判 或者误传香港的民情 其实都是整个一国两制 恶化的病因或者问题之一来的 如果再继续透过中联办去安排的话 其实不能够解决到当下的问题 只会令到问题继续恶化 香港立法会议员与行政会议成员 叶刘淑仪 表示愿意为董建华代了 如果那些学生想找我 我答路就没问题 但是我想董生的反对 自己都很明白 应不应该见他们 而且董生都很忙的 他一年去几次美国 他又有个新的支付来了 但如果你的要求太过 是人家说了很多次 不会接受 推翻831的决定 而在占领区的民众 虽然面对立东以后的冷天气 依然希望能够得到香港政府的回应 第一件事政府真的要回应 并不是只是写一个 现在的报告给中央 应该要更进一步 可能会和我们示威者 再一些会谈或者对话等等 等我新闻 送我报告